主席 各位官员 各位议员 各位关注照顾者需要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团结香港基金的代表 叫周家俊 今天听了很多大家的心声和需要 我希望在政策方面加多一点意见 基金会照顾者政策有三大建议 第一在宏观政策制定方面 其实很多人都有提过希望可以釐清定义 明确照顾者的规模 这个政策最基本我们要想的就是 究竟他的对象是哪一个 其实现在社会上对照顾者来说 很多人有不同的定义可以说是众说纷纹 比如说统计处有自己的定义 有自己的想法 比如说社联也有另一个说法 而多了背后牵涉到整个估算的规模相差得很远 比如说可以少至16.4万的照顾者 又或者多至130万的照顾者 当中相差超过8倍 这个8倍的距离对于政策制定的工作来说 是相当困难和重重挑战的 所以我们建议政府有一个官方的说法 究竟哪些才是照顾者 然后再推算它究竟现在有多少照顾者 在社会上我们才可以再做更多的策略 还有更多的政策 告诉我们应该要去照顾哪一班照顾者 第二就是在中军的服务提供方面 其实我们希望做到整合服务 促进一个跨界别的合作 其实刚才这么多个不同的照顾者团体 都有说过他们的需要是什么 我就不再重复了 我简单说一下 比如一个晚期照顾 大家相对少提及一点 其实我们基金会前面做了一个 关于晚期照顾的一个调查 调查中发现其实照顾者的需要 其实是相当的阔 相当的广 当中包括一些专业指引 例如预设医疗指示 又或者一些实际的照顾技能 可能是一些扶抱的技巧 又或者社区里面可以拿到什么资源 这些都是照顾者所关注的 其实看到是很阔 更多的就像刚才所说 比如一些经济上的支援 一些弹性工作计划的安排等等 其实我们看到这些 新加坡在2018年已经开始推出了很多津贴计划 希望在商界也好 在工作环境也好 可以鼓励做一些弹性的上班 弹性的工作安排 当中是有8000个公司 和9万位的员工已经受惠了 所以希望政府可以参考这些例子 可以香港整合现在现有的资源 然后真的让照顾者可以一暂式 可以已经得到他所需要的服务 最后想说一个微观的层面 就是关于信息的传递方面 希望真的做到以人为本 促进照顾者的参与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经常说一些政策 除了制定之外 很重要的是 是不是真的能传递到有需要的人身上 如何才能传递到有需要的人身上 我们看到照顾者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比如说我们经常觉得照顾者是 民政府拿一些服务 但其实除了拿服务之外 更加是我们推动政策的时候 是一个伙伴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试想想 这些政策如果真的要到位 是对哪一个宣传最有效的 其实我们看到对照顾者的宣传是最有效的 因为他才最关注这些政策 所以我们很欢迎社署 推出一个为期三年的宣传计划 是针对照顾者希望帮助他们 我们希望其他的局 其他的处 甚至其他的服务提供者 都可以参考这些策略 可以为照顾者以他为本 去提供多一些宣传 提供多一些服务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多谢大家